2月1日,季寮市春晚等卫视春晚和央视春晚之后 大年初一,所有没有举办春晚的卫视都在今天播出了自己家的春晚 据不完全统计,今晚大概有15家卫视春晚同时播出 其中备受瞩目的还是北京卫视春晚 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全球华侨人春晚,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等 根据数据平台显示,北京卫视春晚领跑 收视轻松破1.5,拿下卫视收视第一 看来,有杨颖和葛优这样的大咖作证 北京卫视春晚收视和辽视春晚一样 老大哥的地位不可撼动 紧随其后的是湖南卫视全球华侨人春晚 拿下第二的成绩,东方卫视挤进前三,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在所有今晚播出的春晚中,明下卫视春晚收视不理想 排名在35左右,位居今晚所有卫视春晚收视末尾,遗憾垫底 总体来看,虽然这么多家春晚收视方面差距不小 但是,也都是集结了最优质的资源 用心打造一台高品质的卫视春晚 只是每家卫视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 下面还是简单的聊一下 拿下收视第一的北京卫视春晚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杨颖和葛优之外 也是集结了吴京、宋小宝、沈腾、玛丽、甲冰、周深、宋小峰和徐志胜等 众多一线人气艺人 节目高达31个 几乎汇集了娱乐圈的所有当红艺人 所以,北京卫视能够拿到收视第一 还是实至名归的 无论是语言类节目,还是舞蹈 都让观众非常惊艳 转眼间在农历新年已经到来了 感谢今年春晚能够看到这么多优秀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年的春晚和卫视春晚 有哪些记忆犹新的节目 希望新的一年能够越来越好 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优秀作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